一个很奇怪的故障 按下电源按钮 开接触器吸合 正常 下面的主电路都有电了 然后后面的 这个接触器吸合不了 有时候吸合一秒钟就跳 有时候吸合一分钟就跳 这是个油泵的接触器 它吸合一按电机就转 但是现在启动不了 你看按下启动油泵 接触器就是不动 正常情况下 它是吸合的 你要停上一会儿 它还能吸合 但是一会儿就跳 这个接触器输出三项电 然后下面接了个热计电器 热计下面接了三项电机 也就是油泵 我启动一下你看看 我估计启动不起来 吸合一下马上就弹开了 是不是缺效呢 就是少一项电 测的三项电压可以 都是400V 都很平衡 不缺效 是这个热计电器的问题吗 会不会是电机缺效呢 电机电流过大保护了 先看一下油泵电机 测一下它的线圈 三项线圈是不是一样 如果三项线圈缺一项 就是断了一项 一启动热计电器就会保护 三项线圈电阻还行 还有就是油泵电机 如果钻起来电流过大 就是过载拉不动 热计电器也会跳开保护 不让交流接触器吸合 反正测的油泵电机 线圈没问题 是不是这个油泵转起来以后 电流过大呀 掐上电流表 看到它启动电流运行电流 点开电源 启动油泵看一下电流 瞬间启动又跳了 就启动转不起来 你说是不是热计电器的 长臂触点接触不良呢 它这个接触器吸合 就是一个启动自锁电路 线圈是220V的 这个长臂触点控制着 焦率接触器的线圈 把主电路保险丝 和控制电路都断开 现在控制电路是没有电的 测一下这个长臂触点 应该是导通的 诶不通 是热计的长臂触点弹开了吗 就是不通 不通我就人为的把你接通 把这两个线头压在一起 试一下 把保险丝送上电 点开电源开关 启动油泵 又瞬间吸合就弹开 然后再问它就不吸合了 热计的触点都短接了呀 测量这个触点都没有电 没有电不正常呀 停了电测量这个热计的长臂触点 你看表阵 人家是通的 可偏偏这个热计长臂触点 它就不通 不通我给它短接了 还是启动不了 捋了一下这个电路 也没有掉线头的 也没有续接的 它为什么就启动不了呢 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呢 我如果把这三个线拆掉 看看能不能行 拆下电机 烂下油泵启动 接触器吸合正常 也不弹了 也不跳了 开关吸合都正常 这就奇怪了 把电机接上就不行 一启动油泵一转 马上就跳 拆下来 它就没问题 是不是它的输出电压有问题 测一下热计电器 测一下热计电压 是不是平衡 是不是都是三氧电压 400V 400V 这两项也是400V 电压正常 再接上这个油泵 再启动一下看看 按下按钮开关 又是瞬间吸合又摊开 真是有意思 去后边看一下这个油泵 它没找厂家找修油泵的 修业压的 人说没问题 刚才测的这个控制线没有电 找它的控制电源线 常见的启动自锁电路 一般都是 电源线经过热计电器 长臂出点 就是刚才看那个热计电器的长臂出点 长臂出点断开 下面的电路就不通 按启动按钮没用 这个长臂出点可以接在这 很多电路接在这 都一样 刚才测的没有电 电没过来 没有到停止按钮 不能启动 不能自锁 接触器不能吸合 它那一个是从停止按钮进来的控制线 停止按钮进来的线号是7 这个7要是没有电 它就启动不了 没电 看下这个7往哪走了 往控制箱外走了 在这个拾皮软管 接到这来了 这来还接了一个什么电路呢 按照原理来说 应该有一个控制开关 或者是压力开关 或者是行程开关 或者是停止按钮 这两根线应该就是 这也是按钮开关的线 我把这个设备外罩打开 你才会看到了什么 线位开关 这有个东西顶到了线位开关 它为什么要顶到线位开关呢 操作工师傅说 按照原理 这个东西应该降到底的 最高能到这个位置 顶到线位开关停止 顶到以后 Airone就启动不了 这个平台用完以后 它会下落到底 为什么会升高呢 把它往下落 平台落下来 这个还不是落平台 让平台下落 好像是这个油缸 放油 现在平台落下来了 哪里的原因呢 师傅说是这个回油阀 回完油以后应该关紧 操作的时候疏忽了 没关紧 导致油泵一开 那个平台会慢慢上升 然后油泵不开 慢慢地下落 所以这个平台一开就升 不开就降 正常时的状态是这样的 是落到底的 所以说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故障 也不知道这里还有线位开关 这样恢复完所有电路 热机的触点也没问题了 也通电了 还真奇怪 现在液压运行正常 这就是一个操作不当引起的故障 感谢您的观看 一下雨就跳着 现在是晴天 它不跳 原来也是怀疑电闸不好 换了个新电闸 还是一下雨就跳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什么原因 您仔细看啊 黄线是火线 它接到这个电闸的零位上了 用电笔测 电笔是亮的 它这个是接反了 也就是说你即使拉下电闸 这火线的电依然没有断 现在电闸下面的零火线都带电 因为这个电路上的插座还插着电器 所以这种电闸灵火不能接反 我拉下总扎 我给它调过来 有人说左零有火不对吗 那个左零有火是对插座 那个插口来说是左零有火 这个电闸不能看左零有火 上面标着n就得接零线 现在我把零火给它调过来 这样这个火线拉下电闸以后 下面就没电了 它跳了以后是断开火线 而零线这一段还是通着的 好了 下面我再测一下这个线路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一下雨就跳呢 它这是个楼房 是个顶楼 跳这个电路是楼上的 所有插座 你看他们家这个电路 还配了浪用保护器 这也是防雷击的 而且接地线都很好 这东西没有接地线不起作用 上万一表 直接测漏电 零线与地线 表真摆到一半 火线与地线 表真也是摆到一半 现在测出来是漏电的 二楼的电路 那就去楼上看一下 楼上有卫生间卧室 所有电器都是走到这一路线 拔掉了所有的插座 断开空调 然后再来测量 这个主线 零线与地线 表真没动 火线与地线 表真摆到一半 证明火线在漏电 而零线没问题 下一步就是拆插座了 看看哪一段在漏电 房主说在这个位置 有从楼下上来的第一个电线接头 分了好几路线 就是这个位置 但是咱不好给它破坏呀 那我就打开旁边的插座吧 希望这个插座里面有接头 有接头 一路是从左边过来的 一路是往下走了 在这测一下 火线与地线 是漏电的 测零线与地线 表真没动 零线不漏电 拆开火线 零线不用动 零线不漏电 直接上表测 火线与地线 这一路是漏电的 这一路是往下走的 所以现在也不确定这一路 下面接的哪个屋的插座 那我先看一下 不漏电这一路 下面接的哪些屋的插座 我把零线拆下来了 还是看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火线漏不漏电 测一下这个火线和地线 这一路不漏 我把火线和零线 短接在一起 然后再去测其他的插座 所有屋的插座 零火线之间 这要表真摆到头 就是不漏电的线路 卧室的也没问题 打厅的卧室的都没问题 二楼还有一个房间 它要路过这个平台 阳台 在这有个小房间 门口有个插座 测一下这个插座 表真没动 没动是不是就是漏电的那个电路啊 也不敢确定 一个表比插地线 另一只表比去插这个火线和零线 还测的不漏电 不漏电 这个插座还不漏电 下一步怎么办 那这一路漏电的线路 是我拿走的呢 再到楼下配电箱 在这里测一下 看这个主线 现在还漏不漏电 直接测火线 主线不漏电了 其实我觉得这根线可能就是 穿过了漏天阳台 接近了那个屋 这路线先不管 把这路线接上插座 这一头主线 再确定一下灵火线与地线 还漏不漏电 线路很好 接上电闸 核杂送电 直接测量二楼的插座电压 这一路没接肯定没有 看这个插座 有220V 电压门问题 二楼所有的插座 用电正常 再去看那头小房间 这个插座没有电 那就打开看一下这个插座 看一下插座里面的线 灵火线都是蓝线 而那一头是一红一蓝 那这个插座到那个插座之间 还有接头 如果说这个接头 坐在了地下 那这个火线在地下已经断开了 而且是漏电的 没法修啊 不能砸地面啊 就围了这一个插座 也只能说这个插座不用了 线路路过了露天阳台 一下雨就漏电 这路线废掉了 也只能这样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